欢迎收听老明的播客 今天我们聊天的嘉宾是著名的表情包 兔斯基之母王某某 兔斯基不单在中国流行 在全世界同样流行 因为他也是Facebook的表情包 早在2014年时 兔斯基每天在Facebook中 就被传送超过2000万次 某某现在是美国著名的动画公司 照明娱乐的动画和创意总监 让大家好奇的是 他是如何做到从平凡到卓越 并拥有了一个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 那非常感谢啊某某 今天我想就咱们进行一个简单的 就跟聊天一样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想问问你啊 就是是什么触发你画出了兔斯基呢 兔斯基其实是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 当时在中国传媒大学念动画系 就大三的时候 自己是一个动画系的学生嘛 然后当时性格就比较内向 班里边然后其他的同学 像好不容易就是上了一个大学 然后离开了自己的家人 大家都特别放飞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屋子里就是寝室里边 其他女生都去clubbing啊 然后出去玩啊 我就是唯一一个特别内向 坐在屋子里边 寝室里边继续画画那个 那为什么人家出去玩 你没出去啊 我没出去 我之前性格特别内向 可能现在你不觉得 我之前性格特别特别内向 是那真的没感觉出来 对这也是确实就是兔子改变了我吧 然后当时就自己在寝室里边 自己也不想出去玩 然后就在屋子里画画 反正我从小就是画画 就是我的世界 笔就是我的朋友嘛 当时正好是流行QQ 大家都有QQ 然后流行用表情包 就经常觉得 表达自己情趣的时候 找不到那个特别完美 合适 百分之百能表达的 于是就想 自己是一个动画系学生 干嘛自己不做一个呢 就这么样子 就画出了第一个兔子 兔子的形象 就是代表我自己 同时就做出了第一个表情 那个时候是2006年的9月份 然后第一次做了画了兔子的形象 几个月之后 11月底的时候 做了第一个表情 就是一个两只手往上卷 然后左右摇的表情 随手就发给隔壁班一个同学了 结果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突然有一个别的班的人 然后转发给我就说 这个表情有点像你的风格呀 我在一个大论坛上看到的 好多人都在用 就感觉哇 真的非常神奇 自己做的东西 也没想到转了一大圈 然后在世界上转了一大圈 然后就回到我这儿 就觉得这个感觉受到了一些鼓励 正好那个时候 就特别流行博客 就是新浪博客 刚开始兴起 自己就打开页面 就注册了一个博客 每天就做完表情之后 随手发 随手用 同时又更新在博客上面 慢慢的就发现到了区别 第一开始第一篇发的时候 因为只有认识的人 然后亲朋好友 才知道你的那个博客嘛 就只有个三到五的点击量 等到第二天 哎 变成五十了 再到第三天 变成二百了 最高一次一天 有七万的点击量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 真的是不一样了 就一下子 这个感觉到被人关注了 我十一月底 十一月二十六号吧 然后做的第一个表情 等到十二月的时候 我才做了十几个表情 就已经到处都 都有人在用了 就已经开始有采访了 等到第二年春节的时候 就是不但有采访 同时还有商业合作 开始发邮件 开始发到我的邮箱里来 当时是非常非常快 也是互联网的一个特性吧 一切东西流行的都非常快 两三个月就开始有商业合作了 那你是你有这种感觉吗 就是幸福来的特别突然的 这种感觉 当时也没觉得幸福吧 但当然还是心里有很切喜的 就是自己的作品 被人承认了 大家都喜欢用 很开心 当然也有一些 就是意外的情况 就是像当年 然后我去 后来去香港的时候 发现在香港 有人就做他各种盗版 就比如淘版上都是盗版 然后在香港 甚至我看到了盗版的色情片 我想一个卡登形象 能做色情片 就特别无语 就是说总会有一些 这些意外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粉丝 他们的二次创作 我做了十几个表情的时候 然后在广东的 好像一个粉丝 一个网友 他就把我做的那十几个表情 然后重新加工了一遍 就是兔子用胳膊转圈的时候 又捧着不同的东西 捧着一碗饭 然后捧着一颗心 然后捧着各种其他的东西 他给做了50多个二次创作 然后好多人也在网上用他的那个二次创作 感觉这个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宣传吧 反正就觉得挺有意思 不但我做的自己原版的东西大家喜欢 然后还能启发别人的创意 启发别人二次创作 然后二次创作的东西也流行的挺广的 感觉无意中创作了一个作品 但是这些意外的连锁 连锁影响确实是超乎寻常 那你觉得兔斯基为什么能够成功呢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就像病毒一样爆发了 当时有几个原因吧 首先是一个兔斯基 他是我发自内心创作出来的东西 因为我就想画一个形象代表我自己 我本身是一个女性嘛 画的时候我就想 我就想画一个男性的一个卡通形象 因为我觉得好多动作 我心里特别想做 但是我比较害羞 我觉得不好意思做 他如果是一个男性的话 就方便多了 所以就设定兔斯基是一个男性 然后他是一只兔子 之所以叫兔斯基呢 是因为我本身名字就王某某 但其实王某某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 大家不要搜我搜我的真名 不够艺术 不要搜我真名 是这个斯基 为什么叫斯基呢 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看科幻小说 原来是一个中式 科幻世界的中式粉丝 就是每一期都买 从小学到中学 初中高中 一直都在看科幻世界 其中有美国科幻作家 就是机器人三定律的 奠基者 创作者 阿西莫夫 他的一篇小说 短篇小说 叫请用S拼我的名字 发表在科幻世界上 我看到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一个人 他只是把名字里边的一个Z 改成了S 然后之后他生活就产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一个短篇小说 就觉得其中这种 就是由一个微小的变化 这种蝴蝶效应 产生的巨大影响 就特别神奇跟迷人吧 就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 等创到这个兔子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了 就把他名字 并成兔斯基 没听懂 你那个斯基 那个阿西莫夫的小说里 有人叫什么斯基吗 主人公叫泽巴亭斯基 泽巴亭斯基 所以你管他叫兔斯基 对 他那个人是 他本来是一个大学理教授 就是特别不得志 觉得自己空有才 然后就是普通的教学生 拿一份薪水 觉得生活不如意 结果他就有一天路过路边 看到一个有树林学的牌子 他就进去跟算卦一样 就是付一点钱 他能给你一个占卜结果 就告诉你做一件小事 就能改变你的生活 他就觉得这不是胡扯吗 但还是不由自主的 就去试了一下 他拿到那个小条就说 你把你名字里的Z 改成S 就是改一个字母 他就说这个完全无稽之谈 这就骗钱的嘛 但是后来他就无意中 就是觉得明明之中觉得 要不就试一下 他就把名字里边 这个字母就改了 结果改完之后 马上就被美国情报局就发现了 翻简直说 这个人原来是个波兰的姓氏 他为什么突然改名呢 哦 他是不是隐藏的间谍 但是咱们还不能打草惊蛇 这样 咱们给他调去一个特别好的大学 给他高薪 把他看起来 然后就这种阴错阳 黑色幽默 对 阴错阳差的就达到了他的目的 然后只是生活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 所以兔茨基也是你人生中蝴蝶翅膀的那一个扇动吗 是的 对 特别巧合 就是说 我看的那个原版的灵感来源 那个小说是把Z改成S 兔茨基其实改过一次名 是把S改成Z T-U-Z-K-I 这个其实最早是我里边是写的S 然后但是因为后来这个名字 他兔茨基的网名被人抢住了 然后我就脾气特别倔强 因为对方给我狮子大开口 说你给我50万吧 我把玉名卖给你 我就不信邪了 我就改名 我看你怎么办 你那个注册那个网站 你不给我 你也是 别人也不会买 因为算清权嘛 所以我就把名字改成Z 就这样 那后来呢 这个网站他卖给你了 后来那个网站 就改完名之后 还是被抢住了 所以兔茨基一度的官网 就是兔茨基 club clubtutsky.com 茨茨 你为什么选择了绘画这条 作为你的人生职业这条路呢 据我母亲讲 就说我两岁的时候 就开始看到笔 就拿起笔来 就开始乱画 然后有一天 因为我妈是会计嘛 然后在手表厂当会计 然后经常把我带在身边 有一天我就回到 回到我妈妈的办公室之后 我妈就说 你刚才去旁边哪个屋子了 然后都看什么了 我就画一照 我刚才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就画出来 奥师哥打字机 然后我妈就觉得 哇你画的画的好活灵活现 就一看就认出来了 就觉得 哎呀我的孩子一定有绘画天赋 他就开始送我去少年宫 我印象特别深刻 每周六 然后周末 基本上每周三四天吧 然后晚上都要去少年宫画画 晚上正好是六点半要到那边 然后六点就开始要锁门要走 正好是一个大风车 我记得正好是电视台 要放那个大风车动画片的时候 我特别痛苦 每天都只有在 每次只有在我妈妈 就是在门口锁门的时候 我点着脚 就扒一下邻居的窗户 去看一下动画片 可能我对于动漫的向往 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吧 所以就是绘画这种东西 是不是写得了你的基因力了 因为你从小就表现出了 这种绘画的天赋 也是表现出来 更多的也是父母 对于就是上一辈人 对下一辈的寄托嘛 就是好多家里边长辈 她因为各种原因 然后或者说是因为一些时机的原因 因为他们那一代人 经历了很多大事件 就是有很多未尽的梦想 我妈就是从小特别向往 那些绘画画的人 因为她在学校里边 是黑板报上就负责写字的 然后她写字特别好看 她就特别羡慕那些黑板报上 能画画的 对然后后来就是把 她自己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就放在了我的身上 然后就是也是就是一半是来自她的期望吧 然后一半也是我自己确实特别喜欢画画 她也工作特别忙 然后基本上白天就是把我锁在家里边 她要去工作 然后她是个单亲妈妈 一个人要打三份工才能养活我 我又是个艺术学生 所以我每天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在家里边以笔相伴 就看这些绘画书 然后自己画画 想象自己有很多朋友 想象自己有什么空间 有在什么地方玩 神奇的地方 之前有很多很多年 我记得是至少是在我大学之前 我都是跟自己的想象做朋友 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有的时候你不能马上睡着吗 就总有一段时间 比如十分钟二十分钟 要准备入睡的阶段 只要我闭上眼睛 就从我记事起 只要我闭上眼睛 我的眼前就是迅速会出现画面 就是只要放松 眼前就会出现很多画面 我之前可能没法形容 那个画面是什么样的 但是现在我可以形容的 就大家看那个AI的那个效果 Stable Diffusion 出来那种快速变化 那种效果 就是具现了 只要我闭上眼睛 我就想我就放松 我去一个城市看看吧 就眼前就出现一个城市 就特别快速的变动的一个城市 然后走到一条街 然后打开所有的门 我自己会按意识里面 就是很放松 但是我想 右边那个门打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 然后我的意识 就会打开那个门 里面就会出现 所有的不同的东西 然后想着想着 自己就慢慢睡着了 我印象中 至少有十几年的时间 都会有这种情况 后来想 可能这也是锻炼想象力的一种方式吧 我个人还挺自豪的 就是我的想象力 从来没有就是枯竭过 就只要我想东西 然后任何时候 我都可以有想象的空间 就是从来没有觉得 想象力不够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就是之前说的 这种无意识的训练 可能是有一些帮助的 所以你觉得 就像你这样的这个性格 这个家庭生活 它塑造了你吗 对呀 塑造了我呀 就是塑造成我 性格特别内向 就擅长 对就总是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画画 就通过家里的铁门 看一眼 外边小孩子在马路上踢球 大部分时间就是自己画 上了大学也是嘛 就是在寝室里边自己画画 所以才有机缘 做出了 画出了图字机 如果我也去Cloving 可能到现在也没画出图字机来 就是我想问的就是 就是你比如说 你家庭生活这个方面 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你的妈妈 是一个担心的妈妈 在这种缺失父亲的这种环境下 他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非常大 首先一个影响 我觉得一直特别都没有安全感 这个很多人 我觉得从单亲家庭 或者父母离异的家庭孩子 都会提到这一点 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像我小时候 就像妈妈经常加班很晚嘛 但是最晚最晚 她也不会超过十点钟回家 我还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小学的时候 好像小学五年级 有一天晚上 然后我就躺在家里边 然后就已经快到 已经到睡觉的时间了 已经过了 差不多晚上十二点了 我妈还没回来 我当时躺在床上 就盖着被子 然后我就看着墙上的表 那一瞬间的感觉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就想 哎呀 我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她从来没有这么晚回来过 她是不是出什么事 她不会出车祸了 她还会回来吗 就当时我被一种 特别巨大的恐惧笼罩着 一方面我是想 就担心她 哎呀 她没回来 她是不是出事了 怎么能知道 怎么能帮她 另一方面是恐惧于自己的未来 就想 哎呀 我是一个小学生 我完全没有自理的能力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挣钱 我甚至都不知道家里边钱放在哪 存折放在哪 就是当时那一个 那一瞬间 当然后来她回来了 就那天确实是工作太晚了 但是那一瞬间的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我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 就是那种小学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是比较快乐的时期 父母会想去哪玩 每天想到哪天玩 但是我会觉得 我要是一个人活不下去了怎么办 我一个人作为一个小学生 我没有自己的能力 我怎么活下去 我完全理解你 那个某某 因为我也是六岁的时候 我父母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有一段时间跟我爸住 然后就是也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他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 实际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他有一个礼拜也没回来 我那一个礼拜就靠什么呢 就吃那个床底下的那一筐柿子 不是柿子 说到 就吃那个床底下的那一筐橘子 就靠那一筐橘子 但是后来我十代饿的不行了 那邻居也还是不错 完了管了我两天饭吧 所以就是你说的这些 我都能 我都 我完全都能理解 那像这样的生活条件 你考上这个广院 你会不会觉得 咱们叫广院啊 就是中国传媒大学 会不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呢 有啊有啊 我在传媒大学就是贫困生啊 我一直前几年都是 每年都是贫困生 贫困生 我记得当时的标准是 家里边人均收入300块 几以下就能当贫困生 我家里是就我跟我妈 然后我妈工资是600块 然后一平均下来 每人300块 所以我正好就到了 那个贫困生的那个级别 然后当时还挺开心的 学校有点补助吗 有 有那个饭卡有补助 其他时候也有觉得 就说印象很深刻 因为艺术生他要需要很多颜料 我们都是大量的用颜料 就周一到周五 包括周末周六周日 都是全天上绘画班 都用那种大罐的颜料 大罐颜料 我还记得那个颜料的牌子呢 就是最便宜的牌子 叫文翠 然后再上一等高档的 叫玛丽 高中的时候就是觉得 哇能用上玛丽牌 就太开心了 还有一个更高档的牌子 我基本就没用过 因为太贵了 玛丽的牌子 我就是拧开之后 里边都是酸奶味的 我就觉得那个贵一点的颜料 闻着都像酸奶 然后而且呢 就是店里边买那种新罐的 买不起 我都去哪买了 就是我是在天津美高 天津美高后面就是天津美院 然后天津美院门口呢 经常有一个阿姨 然后过来拿兜子 那种就是私人买卖 它兜子里边都是过期的颜料 就它可能是从那些文具店啊 之类拿过来的 就是那些过期的颜料 要么就是特别干裂 就干的跟撒哈拉沙漠一样 他们都干裂的闻 要么就是那种长绿毛的 然后它就卖的比较便宜 马力牌也可以一块钱一罐 我基本就是每天掐到掐到时间 看它要来了 我就去买它那个过期颜料去 而且这个长绿毛的呢 比那个干的颜料又更好用 因为绿毛你刮了就能用 但是那个干了的颜料 你兑完水之后 出来的效果还是不一样 还是有区别 所以每次我都去抢那个长绿毛的 所以就是你别的同学都出去玩了 他们有周六周日什么的 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生活 而且甚至他们晚上 都可以有很丰富的夜生活 但是对于你来说 是不是你只能一个人 在学校去画兔四季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可以怎么说吗 大学之后是差不多这样 我也没觉得 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自己有时间 时间都是自己的 可以是搞创作也挺好的 我在国内都从来没有 克劳病过 我就是来美国上了研究生之后 第一次接触到蹦迪这个事 太爽了 你知道吗 25岁第一次蹦迪 我觉得太爽了 这事 所以其实人也没早没晚 有的人虽然早一点 但是你靠自己 靠你的这个 你不是也一样的 把别人没有得到的都得到 人生中的课都是早晚都要上的 就是早晚的问题 有课以前miss的之后都要补上 好多好多不同的经历 那么兔斯基带给你什么呢 比如说像金钱上的 职业方向上的 钱方面的话呢 就好多好多人 因为我之前看我 好多那个关于我的报道 就好多报道都没采访 我就直接出了 所以里边写的有好多都不真实 但是我可能能看到 就是大家比较好奇 就是说作为一个形象 一夜报复我 你肯定挣了好多钱吧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我也不觉得 是挣了一些钱 但也没有觉得很多钱 因为你看我现在还在打工上班 你就知道那不是很多钱 那定义不一样 大家定义不一样 当时我当时觉得是 反正是比自己值钱强嘛 然后我感觉最好的 我当时还是很开心 就是他那么快 然后有了就是经济上的回报 这个我觉得对我重要的影响的 不是钱 而是说就是开始有商业合作之后 能够改变我的生活 然后同时通过这个 他能就一方面是 第一次 我 兔兹基他第一次接的 那个合作是跟摩托罗拉 那个大中华区的代言嘛 那个是当时接的第一个 就是licensing 授权 就是当时是满大街 然后中国 然后包括像台湾香港 然后其实都是 都是马路上有很多大广告牌 就是兔兹基代言摩托罗拉 这种 那个算是所谓的第一桶金吧 这样 然后他的好处就是 让我看到了 哦 原来这个形象 我还可以 我可以有收入 我当时才大四 就说 我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 能养活自己家了 能养活我妈了 这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开始有商业合作之后 我第一件事 打电话给我妈 然后就说 妈 从今天开始 你这辈子再也不用工作了 我养你 这个是我特别自豪的一个时刻 就是之前虽然我也打工 然后去动画公司实习过 但那个资金 那个钱基本上只能支持我的那个生活费 然后学费 大头还是我妈交的 然后觉得能挣一点 是一点 但是到那个那个时刻 是我觉得 哇 我非常自豪 我通过自己的能力 我能让我妈再也不用一天打三份工了 他真的 他一年365天 他都从来没有休息过这么多年 就为了供我上学 那一刻让我特别自豪 另外一点是 就是兔子基他后来的版权 跟时代华纳合作了嘛 就说他们那边 版权交付给他们 然后同时呢 得到了另外一笔收入 然后这笔收入 能够让我有钱来美国上学 深造 这个完全是 真正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可以说是兔子基改变了我的人生 然后让我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就是我可以一方面 我有资金照顾我家里边 能安顿家里边 另一方面 我能够到更广大的世界里去 学习 进修 提高自己 然后卖到更大的世界里去 这是他对我最大的影响 据我了解你 是先去了香港工作啊 对 因为合作 兔子基版权的 是时代华纳的香港总部 特纳广播的亚洲总部 在香港 对 所以跟他们聊完之后 这个版权上面合作之后 因为那一年 也是我在北京的时候 受到了很多挫折跟挑战 就真的是跟购山车一样 以前是一个动画系的学生 我还比较内向 就是我都不知道什么 什么叫蹦地 你知道这种 然后结果一下子就是 遇到了好多骗子 那一年遇到了好多好多骗子 这就是那种小儿怀津过闹事 就大家过来都想抢一把 那个感觉 而且周围没有人帮我 有几个朋友吧 那也是远地方 然后没有人能给我一些意见 就是如何保护版权 这些学校里边也没交过 我也不知道去哪了解 然后来一个认识 就说好像是很好的人 那其实是骗子 来了一个又一个 来了一个又一个 就那一年光半年的时间里 就来了 就遇到了四五拨骗子 不同背景的 不同方式的 有的还是非常亲近的人 就是兔资基火的那一年 亲情友情爱情都被挑战了吧 就整个人生观被颠覆了 就他们是想就是拿你的那个终身版权 是不是这个意思 很多啊 就是骗财的 骗形象的 骗人的都有 后来还有不可抗拒元素 是吗 是什么 我算是兔资基的母亲嘛 我后来是之所以版权 给到一个美国公司 是因为我觉得我靠我自己 我保护不了他了 然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可能我跟我的作品都活不下去 就是还有人身威胁了 是吗 就是到这一步了 对 那一年最严重的时候 是大概07年的9月份 那一段时间是被 因为被来回来去 被骗子已经骗得有点 就精神崩溃了 当时我是住在酒楼 我就坐在那个窗户口上 我就想哇 这一切太累了 我明明我还没毕业 我又是个学生 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 就是骗子 这么这么多 就是烦心的事 痛苦的事 各种各种事情 我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些 这些对我太多了 我接受不了 我就觉得啊 我太累了 我从这个窗户上 一下子跳下去 我就解脱了 但那个瞬间 我就想起了我妈 我就觉得 哎呀 那我跳下去 我是轻松了 但是我觉得对她 好像有点不公平 她年轻的时候 就因为遇到那个文革嘛 然后她本来是 学校里最好的学生 但是没能继续 有深造跟提高的机会 然后最后 只能在工厂里面 做会计 然后同时要一天 打三份工 然后也没遇上好男人 就我长大的之后 等到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父亲原来是从小家暴 我妈后来痛不欲生 也算是被骗了 结的婚嘛 然后就在我两岁的时候 然后他们离婚了 我从来不知道 我父亲是什么样 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就我觉得命运 已经对她非常残忍了 然后现在终于 孩子好不容易 拉扯长大 能够挣钱了 养活家了 结果突然一下子 孩子在自杀了 我觉得这个剧本 对她有点太残忍了 我觉得对她有点不公平 我就想 算了 我不能跳 我先得确保我妈 能过上下半生 过上舒服的生活 舒服快乐的生活 然后我干干嘛 再干嘛去 当时是这么想的 就没法去跳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因为你很出色 那很多人 还遇不到这些事 对不对 你想上骗子去骗她 那骗子还懒得去骗她 后来我想也是挺感谢这段经历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中要必须经历的挑战 你只不过是有的人他经历的早 有的人经历的晚 有的人是拉在50年之内慢慢经历的 有的人可能就像我一样 就是说都压缩在半年之内经历 其实就是这一个节奏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早晚 其实很多事情都要早晚遇到的 那早遇到总比晚遇到好吧 对而且这一年的经历 后来我都画到了我的第一本漫画书里边 就是我兔子基尼 从里边得到了所有的经验跟想法思考 我都放到了我画的 我的初的第一本漫画里边 结果那本书在中国漫画 就是绘本畅销榜上当第一名 当了一年多时间 我就觉得还不错 就是这些经历 虽然当时让我非常痛苦 但是之后我可以做成艺术作品 跟大家分享 而且最后还成了畅销书 我也觉得还挺不可思议的 是 所以凡事都是两个面 有好的一面 但他也有坏的 对对对 主要就看怎么看待他 对 就看你怎么去看待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去香港工作已经很好了 那你为什么又从香港去了美国呢 你的动力是什么呢 当然在香港就非常开心的 一个是他工资也非常好 然后同时在公司里边 可能这是因为我是以 出自机作者的身份 然后过来的 其实更多像是一个 就是培训计划 就说我想去到这个部门 我想去卡通频道工作 然后他们马上就给我支援个表 我能学到哪些东西 我又说我想去 然后另外一个部门 我想学关于视频方面的东西 然后他们又会 我又可以跳到另外一部门 就属于还是一个比较非常轻松 而且我也很喜欢香港 我去香港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呢 我这边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去香港 然后香港我气候也好 然后吃了也好 然后我第一年住在北角 第二年住在沙鸡湾 下面一条街都是著名的小吃鞋 然后最著名的安利鱼蛋 就在我楼底下 就觉得哇挺开心的 但是呢就是同事 在那边就搭了两年时间 然后同事也都非常好 但觉得生活中好像缺乏了 缺了一点什么 当时就是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我也是觉得 就是我画了兔子鸡之后 最大的收获之一 就是我获得了一个好朋友 就当时在华纳里边 就是她是在那边当执行总监 这算是我当时的上级吧 是一个女士 然后就是比我大十几岁 一个大姐姐 然后叫朱莉 我在漫画里边也画过她 她人特别好 然后而且特别elegant 就是非常优雅 这算是我当时心里的一个榜样吧 偶像就说哇 你又可以很好看 然后又可以优雅 然后同事还特别能力强 然后当时跟她成了特别好朋友 她后来基本上成了我人生导师 这种一师一友吧 这样 你知道香港都特别信风水吗 她就给我介绍了一个 因为她老公是一个 就是香港的一个金融界的一个大佬 然后他们经常会看风水 然后就给我介绍说 有一个哪个哪个师傅 然后他挺厉害的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就觉得有意思 我是一个特别有好奇感的人 我就说那去看看 去到那之后 那个风水师傅 他住的那个楼是个八角形的 在太子 香港太子 特别神奇 他住的那个楼是八角形的 好几个门 可能说也是必须要住这种奇怪的 风水的地方吧 去看完之后 我就当时问他 就说 哎呀 那个师傅啊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说 我虽然现在就是生活都挺舒服的 一切都挺好 但是实际上我心里边内心 还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之前在中国成为大学 我动画系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放一些学生作品 然后他会跟我们就说 哎这是 你们知道吗 这是那个CAL Earth 就是加州艺术学院学生的作品 你们看看人家 当时我看了那些作品就觉得 哎呀 我好想成为那个人家呀 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是 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动画学校 但是当时 就觉得 第一这个梦想 就是想想就算了 因为太遥远了 一个是要在美国 再一个 他没有录取过 在中国内地动画系的研究生 没有录取过学生 然后同时他又在美国 然后光这个学费就是填文数字 当时就觉得 对一开始 知道这个学校的时候 觉得只是想想而已 但是我心里会有一个 在一个某一个遥远的角落 我里面一直有这么一个渴望 就说哎 我很想去那个世界上最好的动画学院去看看 去学习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在这个就是回到这个风水师这边 我就问他 哎风水师师傅 我一直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向往 但是呢 他之前中国内地也没有人被录取过 然后同时呢 我也心里就是觉得 哎我要不要去 我就是有这个疑问 我该不该继续追寻我的梦想呢 该不该去申请一下 那个风水师就跟我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 你只要申请都能被录取 第二句话 你要是2011年之前不出去 不去申请 你这辈子再也没机会了 然后第二天我就辞职了 我以为他掐指一算说 你应该向东去 那人家更准啊 那人家说的更靠谱 对我就觉得这事特别神奇 就你知道就是像 像这种就是 有过一夜爆红经历的 就是人 就是会多少会信一些这种 就冥冥之中会有一些力量 就是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当时我第二天就辞职了 我把这事也画到我 其中一本漫画里边了 我把个人的漫画里了 然后我就马上第二天打电话 就说我妈 我下礼拜回北京 我妈都惊了 就说怎么回事 你们好好的 然后就收拾东西 然后打包一个星期 跟公司说辞职 然后把猫 把东西都运回北京 同时就 正好是夏天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申请嘛 然后去考托福 现考托福 我原来英语特别烂 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考四级嘛 还挺费劲的 然后就比如说 我还得考托福 就各种疯狂的 疯狂的那个 学习英语 学托福 那一年我出去牵手的时候 就是好多人拍到照片 就看到我脸上都有痘 我本身皮肤特别好 那一年脸上有痘 是因为睡的时间太少了 都多在背单词 再给英语做题 等到就是报考的时候 就在年底嘛 就交申请资料 然后交完之后 我一直就等 那个没有 就是怎么 怎么没有信啊 然后包括像 就是好多人 其他人 就是已经都有回信了 就说 那个就收到了 然后收到材料了 然后被这个拒了 然后被那个申请了 我怎么一直没收到呢 然后我就好奇 我就各种 七扭八扭的打听 因为你在上网搜 就是Kellers的录取过程 也没有人写 因为没 这个专业 之前没被人录取过 然后就打听到一个 诶 赵胜伴正好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的联系方式 我就赶紧给他写信 就说 诶 那个能帮我问一下 我叫什么什么什么 能帮我看一下 那个我那个什么 能不能有没有录取呢 就跟那个赵胜伴联系了一下 结果当时他就回复 就说 诶 我看到你名字 其实已经在那个 就是专业那一边 你专业已经过了 但是呢 你没给我们托付成绩 所以你那个名字在onhold 因为这是一个死规定嘛 就说 你首先得看 你分得过 那么要求研究生要100分以上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你这个东西必须有 就好像你要去做什么 申请什么表格工作 你必须得有身份证一样 这是一个硬门槛 我说好 你等着 我马上给那个老师 那个赵胜伴老师写信 说你等着 我马上去考多福 我两个月之内马上给你 然后那个他们回复说 行 你去考吧 然后考到之后 马上给我们 我不等你 结果我就去疯狂去考托付了 考完之后 我给他们发完 托付成绩的第二天 我就收到录取通知了 就是先发了一个邮件 给我说录取了 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个纸质的 就还挺悬的 对 所以大师说的还是对的 对对对 然后而且我去 就是一开始 寄那个申请资料的时候 我都是压着那个时间 就准备好 也是挺仓促的 准备好所有的那个申请材料 就是作品集 然后寄出来之后 当时不得是国际快递吗 我就去问国际快递 这个大概哪天收到 然后他们说 哎呀 就是应该是周五 周六收到 我说不行啊 他们截止日期是周五啊 然后我就挖了 那这个晚一天 他们会不会截止啊 就是不看我的作品了 后来 着急了一下午之后 想起来 美国时间比中国晚一天 那你还真是卡到那个边上 那你这个千奇万苦啊 考到了这个加州艺术学院 你觉得 你都学到了些什么呢 学到了 事情有几点 一个就是 想东西 就是创作要开放性思维 我之所以想来这边 美国念书 也是因为 就是当时在国内 尤其是画完图字机之后 因为大家对我都太好了 就太认可了 因为你就是有了一些粉丝 跟固定读者之后 你画什么 发上微博 发上博客 大家都夸你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我当时才二十多岁吧 我心里清楚 就是我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这一点我为什么来美国上学 然后同样呢 就是说也是觉得 自己好像慢慢陷入了一个商业的模式 就好像说你 当时如果有人跟我说 哎猫猫 你能不能设计一个老虎的形象 我瞬间脑子里啪啪啪啪 会出来一个方式 一个方程式 就首先这个东西 它一定得在大头 大头 然后小身子 这个适合那个亚洲市场 然后第二呢 这个眼睛也得大 眼睛大了之后可爱 可以抓女性观众 然后你知道就是 马上我脑海里面 会有一个分析式的 理性式的一个计算公式 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如果你如果是真是艺术的话 这个完全都用公式画 这个感觉就没有 就不算艺术创作了 就是画出来的东西 其实都已经很相似了 我就觉得不行 我必须得打破 我这个创作的天花板 我需要再学习新的知识 我需要再提高一下 对这是一方面 就是让我想来美国念书 也确实我在KWARDS的第一堂课 我就体会到不一样了 第一堂课的时候 就是老师上课 就是他打印出来 就是一首美国诗人的诗 然后每一句就是英文 然后打出来之后 就拿剪刀给他剪成细条 一句剪成一条 然后每个人抽签似的 就拿一条 拿完之后 根据你拿到那一行字 你要画出来一个十格 或者说两页的一个漫画 就编出来一个故事 就里面那句诗 那些诗都是特别抽象 就特别无厘头的那种什么 啊 说为什么我对你的爱 像二十元方程 就类似这种 特别特别神道的 然后就看着班里同学 因为班里同学 那个研究生 班里同学 就是每一个人的背景 都不一样嘛 有的以前是做纪录片的 有的以前做动画的 有的以前是screenwriter 然后每个人东西都不一样 我就是大开眼界 就觉得哇塞 果然不一样 我来对了 就是特别困难 这堂课要多长时间 就让你画完这个十个漫画 给了你们多长时间 一个上午 对好像是一个上午 对那堂课是 对我们这些课经常 美国这边课经常都是 三到四个小时吧 就九点钟上到十二点 我记得那堂课 那是周一第一堂课 印象是特别深刻 就是我来美国的第一节课 我觉得哇塞 太不一样了 班里边同学的作品 我都能看出来 哦这个以前在商业公司工作过 那个没有 这个是做独立电影的 你看那么画的东西 就马上能看出来 以前在那个商业 就做过商业活的 做出来就是含活的样子 就哇塞 我就觉得来对了 就是可以打破思维 然后再提高的一个方式 第二点我学到呢 就是发现 美国的老师 都特别擅长夸人 就是 还是说说到那节课 就那节课的 有些学生 因为有些人 他以前的是那个 虽然他是动画系 但是我们应该是实验动画嘛 实验动画 你不一定非得靠 那个画画来做动画 所以有的人的背景 以前是拍电影的 拍纪录片的 然后有人画的 就是完全不知道哪 就我说这画的什么呀 就是就这种 但是老师都会上来 就说哇你太棒了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而且就是学校 给学生 发邮件的时候 就称呼大家 就是像以前的那个 如果在国内的话 学校跟学生 发邮件都会说 几几班 几几班 什么什么的 就你们都是学生 就这种 都很正常 美国这边 就我们学校 发邮件就说 艺术家们 明天有一个活动 就是你进到这个学校 你跟老师说完话 就觉得自己 已经成大师了 就那个感觉 就是自信心无比爆棚 就觉得 哎呀我必须得做创作 我已经这么扭拜了 就这种 就美国老师 都特别擅长夸人 这个是我学到的一点 也觉得就是 刚开始来的时候 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以前自己的 就是上学的经历 很多的时候 是老师告诉你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那样 你这做的不够不够好 你得继续努力 你这做的不对 你得做成那样的 就总是那种 就说或者说是批评式的 比较多 然后但是美国这边 它是夸奖跟鼓励的 比较多 慢慢的呢 我就觉得 哎确实是 就是鼓励 它比批判的力量 其实更大 它通过鼓励之后 你会涌起很多 就是热情 然后涌起热情之后 其实你会督促自己 是主动的就把它做好 如果是批判呢 就其实是给你 一个消极的影响 就包括像这个 我学到的这一点 在我后来的很多年 一直到现在 包括像最近啊 什么的 我都一直有在用 就像 因为我现在主要是 做那个导演嘛 就打个比方 就是导片子的时候 当你 尤其当你的片子 预算不够多的时候 你如何让其他成员 继续努力的来工作呢 就得夸他们 就是你想想 你要是不能给到别人 就是实际上面的支持 实际上面的收益 那你得多给他们 情绪加值啊 对不对 有点得夸他们 然后夸完之后 一个月都可开心了 虽然那个报酬不多 但大家都特别努力 我这不是不该说这个 不用扬编自分题啊 不用你督着他 自己就跑起来了 对 就是发现 就是说 其实你能把一个人的热情 就是让他发自 真心的喜欢做这件事 其实这个动力 跟最后的效果 比什么都好 比什么都大 对 还学到什么了 你说在那个学校吗 对 在学校 在学校我想想 还有一个就是像不仅仅是在学校吧 然后还有包括像在那个工作方面都学到一点 就是说你必须得self promote 就是你得推出自己 以前在国内 或者说自己以前的这么多年的经历 尤其像东方亚洲人其实都是比较含蓄内敛嘛 就包括像咱们以前受到的传统知识 就是说你人得谦虚 你不能太炫耀 然后像咱们一般反应 就说有人夸你 哎你这画画的真好啊 第一反应就说 哎哪里哪里哪里 没有没有没有 咱们都得客气一下对吧 这说明你得谦虚 美国这边不是这样 你必须得 就是说得show off 就一定的有才华展示出来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自己会写一些东西 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备忘录吧 这种 其中我记得有一条就写 你有才华 必须得展示出来 不展示出来等于没有 真的就是这样 这边的人 美国它是一个 集结了全世界人才的地方 你如果不展示出来的话 真的就有人就把你顶替了 就是说 就是很多有才华的人非常多 以前有句话叫 酒香不怕巷子深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 你酒香巷子太深了 也还是会影响的 所以说这也是让我感觉到 就是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就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你必须都得就是自我推广 就一定要自信的站出来 美国这边就说 我还特意问过 就问过美国的同学 就说如果别人说了谢谢 你应该怎么回答 咱们中国人就说 没有 没有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就说 你就是说 谢谢就好了 你就应该坦诚自信的 就说 对 我就是好 谢谢你夸我 你很有眼光 就得与这种态度 这个时候 让我觉得就是特别 不一样的地方 就包括像 以前就是中国 咱们也是要 讲究 就是要尊敬长辈 然后包括像 就一定要尊称 像师哥你 自从我知道 那个你是我 咱们是一个学校的 我一直都管你叫师哥 对吧 然后也都一般会 平时会称呼人前辈 这个老师 那个老师 但是美国这边 全是直接叫名字 他们没有这些尊称 就哪怕一个公司里面 一个实习生 他可以直接去敲 那个总裁的门 去跟他说话 然后之前不是网上 有很多关于邓文迪 怎么认识 就是他为了老公的那些 怎么得到 他第一个工作机会的 这些文章 他作为实习生的时候 他直接就去 那个敲那个总裁的门 直接就去 很自信的 就跟人介绍自己 马上别人就记住他了 他就为自己 争取来机会了嘛 所以美国 他真的是一个 就是说你一定要 一个是要有自信 另外一个 要多积累自己的人脉 同时一定要非常 努力的去推销 自己的地方 很多很多东西 都是你争取才会来的 你不争取的话 没人 没有太会 有人会想到你 一定要外露 不能太内秀 不要低调 要发光才行 但是他也有真材实料啊 那你说像邓文迪 他要是敲了总裁的门 他吭吱吭吱 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他也没第二次了 是的 所以就是他肯定 还是有备而来的 他一定是准备好了 但是实际上也是 就是说 首先你自己 得有一定的能力 如果那是一袋垃圾 你网上化成什么颜色 那也还是袋垃圾 对吧 你确实得有一定能力 然后另外加的 你如果想要更多的秀 如果你想成功的话 一定要自己 就是注重两件事 一个是有自信 然后要多展示自己的才华 然后另外一个要多积累人脉 这两个因素 就是随着我在这边时间越长 就越发现更加的重要 因为你现在中国的时候 就是咱们会 比如说有同样有一个机会 还需要就是避嫌 就是说我不能推荐一个我的亲属 或者说我不能带着那个什么什么 就是觉得哎呀 我怕别人说 中国人想面子嘛 就是说我不能让人觉得 我是裙带关系啊 什么什么 没有 美国这边不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新二代 新三代 他们就是很很大的方方的 就享受着自己 就是家里边的一些资源 美国这边 其实它是就是 当仁不让的提携 就是说我 因为我关系 我就推荐我的家人 这都是很正常的 我有好奇 我为什么不救着我自己家人呢 我家人是最重要的 就是能感受到 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这些的区别 包括像就是 对着能出来的一些艺术家 你会发现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觉得 总接受的思想就说 我一定要努力工作 默默努力 然后要多少年专注的 努力做一件事情 然后把它弄好了 这个是就 一定要努力 默默努力 专心努力 这个是以前受到的一个思想 这个也没错 你当然 你要成功 必须得付出努力吧 然后但是这边呢 就会发现有一点不一样 就说你还要需要 除了你努力 你还得需要人脉 你看能出来的那些艺术家 比如说像之前的村上龙啊 然后包括像那个很火的 就说最近很火的 James Jean啊 却他们的那个画展 Party 你就看到 其实都是射牛 就是特别能搜索 然后还有像以前 Andy沃霍 然后那一批艺术家 然后怎么火的 其实就是他们互相有人脉 互相捧 然后跟名流啊 然后打交道打得很好 然后他们出来的 人脉的重要性 其实在每一个国家 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美国 这个是我感觉到 另外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之一 花花轿子 人台人吧 那你在这个 就是你从这个 加州艺术学院出来之后 你怎么进入到的 这个Illumination 你是怎么进去的 是 就是在Kell Arts上学之后 就毕业了 毕业的时候 就通过Kell Arts的校长 就提到了刚才的人脉的事情 对 因为我在Kell Arts上学的时候 我就跟校长就认识了嘛 就是因为作为 比较突出的学生 然后同时我又在那个 在把Kell Arts的一个经历 在中国出了一本漫画书嘛 就最好的你在路上 然后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 因为好久没出漫画了 然后那本书 自从出了那本书之后 就打开了很多 加州艺术院在国内的知名度 因为原来是 这是在那个专业领域里面比较知名 后来好多人 一直到现在 就包括叫最近我开画展 然后来场都有一些学生 年轻的学生 然后留学生 他们都会过来跟我说 哎 某某 我就是因为看了你一个 Kell Arts那本书 然后才让我下定决心 我要来美国留学 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 就我之前Kell Arts入学的时候 全校 然后中国内地来了 有五个人 我出完那本书之后 一年他招了 光动画系招了20个中国学生 推广大使 对 就是反正也是对学校 做了一些宣传吧 跟那个校长就关系还挺好的 然后有一天是校长 给我介绍了 就是赵明娱乐的总裁 Chris 就我们现在的总裁 就介绍我跟他认识了 介绍认识之后呢 就是我开始给赵明娱乐 就是他很欣赏我的那个作品吧 就包括像他当时 后来做采访的时候 也都有提到我 从那开始就是一直 就我毕业了之后 一直有跟赵明娱乐 我就当freelance artist 就参与他们一些电影 合作项目 等到过了几年之后 就觉得哎呀 毕业之后几年 国得特别的舒坦 然后平时就是钓钓鱼 然后一年接个四五个项目 然后那个钱就够一年用了 然后大把的时间 那这还更新什么 相亲日记啊 然后什么的 大家看过连咱们画都知道 然后是平常没事 每周都去钓鱼 就觉得生活是 就是个人一直加状态 就是哎呀生活是如此的惬意 但是又有点无聊 就是没没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热情 要push自己 要去改变了什么的 也没有 就觉得这样 也不错 但是觉得缺少了什么 就是又到了一个 我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的一个 一个阶段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契机改变了我 就是说我之前提到的 就是我在香港认识的 在那个华纳里面的 原来我上级就是朱莉 然后相当于我人生导师嘛 自从我来了美国之后 就有几年时间跟他没有太联系 然后又有一天 突然有一天的 一天是我祝他生日快乐 然后同时就聊起来了 聊起最近的 最近的一些生活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 也说哎呀妈妈我这几年 我都没怎么跟你联系 但是我现在看到你的状态 我觉得你 我印象里一直是特别有冲劲 然后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然后现在你怎么 现在觉得这么的 就说你都来美国几年了 你怎么还没有混出名堂 你真正让我非常失望 就说你要是 我觉得我建议你 再给自己一年时间 如果你在美国 再没有什么建树 你不如就直接回国算了 你在那没有意义 就这一句话 一下子把我给敲醒了 对我就突然就想 就把我骂醒了 我一下子想起来 哎呀我之前那么多报复 就天天24小时 打鸡血那个状态 就说现在我就是 弄成一个 每年就接四五项目 然后其他时间 都去钓鱼相亲 这么一个 虽然有点佛 但是我也感觉 有点颓的 那么一个状态了呢 然后就当时就觉得 不行我得改变 然后我马上就跟 那个张一乐公司这边 就是就联系 就说哎 我希望能够参与 更多的项目 然后第二点 我有一些新的idea 我要pitch 我就我要跟那个 那个想跟那个 Chris跟总裁聊 然后就约到他时间了 然后就给他pitch了 几个我的新的想法 然后结果 其中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在 Kell Earth 然后上学的时候 做了一个短片片段 然后就被他看到了 看到之后 然后过了两天 我就收到他的短信 然后就说了 哎呀 某某 然后你上次给我看完 你做的那个 那个短片的片段之后 那个画面 一直在我脑海里 一直在回旋 就久久不去 我一直在想 就说 哎 你要不要 就是我们投资你 因为我说的 那是个短片嘛 但因为没有预算跟时间 所以我没做完 他说 我们投资你 把这个短片做完吧 然后同时又给了我 一份工作的offer 就是在赵明娱乐 做创意总监 然后现在是 动画创意总监 对 然后所以就 因为这个气息 然后我要导这个片子 然后目前我导那个片子 彭莱也是赵明娱乐 到现在为 成立到现在为止 唯一一部 二D的短片 唯一一部 全中国 全中国题材的短片 也是唯一一部 就是我又写又倒的一个 就是完全跟赵明娱乐 IP没关系的短片 人生活也是挺神奇的 就我看了你的那个片花啊 我觉得非常精彩 就是彭莱 谢谢 你是找的那个 那个寡姐配的音 思嘉丽 对 当时做那个片子 也是就是当时 写完那个旁白之后 然后就 找了很多配音演员的 声音样本嘛 听来听去 然后就觉得 没有特别合适了 就是Chris 就我们总裁 然后那个审核的时候 然后他看完之后就说 哎呀 我觉得这个 思嘉丽 约翰逊的声音 可能不错 然后我们听着就说 哎呀 我也觉得不错 那您觉得 我们能找他吗 然后那个 我跟纸片人就问他 就说 哎 我们都觉得不错 您觉得有可能吗 然后那个总裁就回信 我来问问吧 结果就我们得到了 思嘉丽的时间 然后我是上网 那这还疫情期间呢 我上网 然后跟他录的音 非常敬业 非常专业的一个演员 就非常非常棒 有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 但是我不能讲太多细节 因为这个 相关于他的 我不能讲太多细节 但是我的印象中就是 真的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演员 就是你在这个赵明娱乐 都参与过哪些电影 我跟赵明娱乐的第一个合作的作品 就是挂名的王王某 那个特别版的 那个是神通奶爸表情包 就有一个 我王王某合作 赵明娱乐的一个表情包 你知道那个微信能搜索 这是我当时做 freelancer的时候做过 然后还有就说 我导的这个短片 然后这是属于就是导演方便的 还有一些那个跟大电影相关的一些短片 然后比如说像去年 我们出的就是music video 在那个神通奶爸前传music video 然后那个跟Diana Ross 然后一起出的那个音乐录影带 然后里边的动画部分 然后我负责的 然后同时还有很多 很多很多了 然后还有像我们跟Finder的特别限量 然后我们跟Finder有一个合作 去年也是去年的 帮助推我们神通奶爸前传的时候 然后它是 由我们设计了四款乐器 就是Finder那个最大的乐器生产商 对 我有一把Finder的吉他 对对对 我设计一个电贝斯 然后那个电贝斯呢 是我设计的是 整个一个宇宙飞船的一个形状 然后同时每一个部分 就可以拆下来 然后拆下来之后 重新组合的 而且我跟Finder那个大师 然后特约大师一起合作 那个是放在网上拍卖 拍卖的所有价格 所有那个收入是用来捐献给 然后帮助学生 然后学习音乐的教育基金的 仅算是一个公益 然后还有就像所有的那些 我们之前就我进来之后的一些大电影 我做了很多像电影相关的内容创作 然后同时在大电影方面 然后也给到了一些意见 然后比如说像 去年那个神通奶爸 神通奶爸 然后我们做那个 就是做前妻的时候 神通奶爸前传 其实我跟了半年的前妻 那是我进赵明娱乐之后的第一个项目 对 然后我一进来之后 就是给那个 当时那个前妻还没有几个人 那就只有两个导演 我就跟两个导演一起 然后待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就是每天 其实一开始是当作为顾问嘛 因为他们说实话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 反正这个电影第一版 它就是在中国 对 然后就后来是因为 就是我给全组普及 关于中国的知识 然后觉得哇 真的太那个 这个普及量太大了 然后觉得这个 这个工作量有点大 最后是搬到了唐人街 是这样搬到了中国城 然后还有以前好多的 那个比如说有一些设计啊 方面 就是一般上都会 给我问我一些意见 因为我是 我是目前赵文宜乐 这个就是美国这个office里边 唯一那个中国的 然后中国内地人 基本上中国的项目 都会问我一下 说哎 这是否不合中国的 那个文化呀 这会不会有冲突啊 就包括像 就是里边有 不是杨子琼配音的 那个角色 就是那个做按摩师的 那个 那个Madame Chao 然后他在那个电影里边 然后不是做那个按摩吗 他有一个按摩室 按摩室的第一板是粉色的 然后我一看那个设计 就说我建议不要用粉色 按摩室一定要跟中医联系在一块 不要跟其他的 不要让大家产生其他的幻想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在特别早期的时候 我就提出来 后来果然就是往那个中医方面 那个联系 我说咱们要用中国元素的话 应用就是作为中国方面 就是我们特别自豪的这些元素 就对这个电影也会有帮助 就他们做不同的设计 不同的颜色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觉得这个配色好看 或者说什么什么 但我说觉得咱们多做一些research的时候 我建议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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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就做了好多这些相关的一些意见 就是可能在那个电影里面 你看到好多好多微妙的那些细节 其实都是我后面出的那些主意 然后最近最近呢 我不是今天年底 然后我们会出一个叫Migration 一个新电影嘛 是我们全新的IP 关于就是鸭子一家叫迁移 中文名翻译叫飞鸭向前冲 对 正式版的海报 就是一堆橡皮鸭 中间是这个鸭子这一家的 这个正式海报是我设计的 是我的idea 对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那你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呢 未来计划就是 最近其实开了一次画展 就还挺成功的 就是来美国很多年 然后一直都是在做这个电影行业嘛 然后但是最近一直有想过 要不要发展一下 就做在艺术方面开个画展呢 这种 因为我在国内其实做过一些 就是商业的IP授权展 比如说我之前画的卡通镜像 还有图字机 但是一直没有做过就是fanarts 然后艺术 纯艺术的这种展 这次正好有一个机会 就是有一个群展 就问我也是朋友的画廊 问我就是有没有兴趣 我就说好啊 那我一直就觉得 反正之前也在国内过来之后 虽然国内不管有什么成绩 来到美国都是从零开始嘛 但是也是有点 多少有点所谓的 阔弧偶像包袱 就觉得 哎呀我要是做一个讲座 那没有二本人的 不算讲座 我要是做一个什么什么展 那不在一个什么两层楼的 那不叫展 以前这么有偶像包袱 就结果导致了 就好多事就一直没开始 这件事也是我最近两年 一直在反思的 他说我是去抓取这个机会更重要的 还是说我真的就要等 就是说一定要到了一定规模 然后有一定的门槛 一定的条件的时候 再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今年我就算着突破了一些 这个之前的一个想法 去掉了这个矜持 我就说虽然是一个小的group show 那我也去参与一下 结果就没想到 哎还挺成功了 开幕那天我从下午两点 一直不停的说话 说到七点钟 晚上七点钟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月就画 我的画展就是 首会的那种大的 那个作品 卖了28副 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就是超出我跟策展人的 那个预期吧 就觉得哇 我第一次开展 而且是在美国 真的在国内可能觉得 都知道是那个突击作者呀 然后什么的 可能会很多这样的 但实际上在美国 我是一个 尤其在艺术圈 我是一个nobody 但是还会收到了一些 哇 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而且我的那个藏家之中 不缺乏有那种 美国的像那个亿万富翁啊 什么的 他们都有过来收我的画 就觉得哇 真的是很多事情 就你不是的话 你不知道 你要是一直等的话 你永远不开始 就可能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也是最近在反思 就不要因为这个机会 可能觉得小 或者说是不够理想 就不去试 就应该还是多去尝试的 你尝试了才能知道 哦 可能又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所以这个也是 算我未来想做的一件事吧 就说因为 第一次这个群展 效果不错 所以已经在讨论明年 某一个时刻想要做个展了 然后同时最近呢 也在做很多跟AI相关的事情 然后包括像我在公司 其实也负责了很多AI的项目 然后觉得很非常开心 作为一个导演 然后生在这个时刻 能够目睹这个科技如此的发达 然后尤其是对创作者 对影视工作者这么友好 这么有帮助的工具诞生 我觉得真的太幸福了 哦 对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 就三个小时 我做了一个AI的短片 从零 有这个想法 到最后字幕 我自己都加完了 才用了三个小时 当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我失眠了 我就觉得哇 多少年前的那种梦想 就说 哎呀 我有一个特别美妙的一个想法 然后 如果我想想这个东西 然后几个小时就能出来 该多好 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 我一个人可以出全片 我觉得我太激动了 应该好好珍惜这个时光 好好珍惜这个时机 然后多做一些创作 还有就是在电影方面 然后自己也在努力创作 希望能够尽快实现自己导第一部长篇 反正很多很多事情 虽然时间 私人时间越来越少了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特别特别让人兴奋 而且我自己都一直在为此努力着 然后也非常期待看到他们未来的一个成果 那你还有那种紧迫感吗 就是像朱迪跟你说完了之后 你突然间醍醐灌顶 你突然想到我耽误了那么多的时间 你现在还有那种紧迫感吗 现在不觉得耽误时间了 现在真的睡觉都没什么时间 就现在出去见人 路程超过15分钟我都不去 就转上线上 真的真的时间太不好用了 但是现在回想 就是说那段时间 我还是觉得好像是浪费了很多 很多时候 但人生总是有紧有迟嘛 然后人不是机器 你总要休息一阵 然后再忙一阵 再休息一阵 然后有张有迟 然后一段一段似的 然后这样也比较合适 就像一周 你总要休息个一两天 然后其他几种时间工作 这样也比较 有调节的也比较好 正是因为有了那几年 然后比较过于放松 然后过于空前的时间 才会让我觉得哇时间原来是这么宝贵 一切存在都是有原因的 一切发生都是有道理的 都会帮助到 所有的感悟跟经历 不管好的坏的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帮到你 我一直坚信是这样 所以说人生每早每晚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太太 了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